范冰冰终于有消息了,看这状态有点不对劲啊! 相信有在关注范冰冰的网友们都知道,范冰冰已经很久没有发动态了,网上也有很多网友纷纷发帖以及猜测范冰冰是不是和最近的时间有所牵连,不光是范冰冰没有动态,连身为男朋友的李晨也在网上没有什么动态。 当然范冰冰的弟弟范诚诚出席电影节目后,首次在媒体面前的她,后续也得到了各大媒体的追捧,而且范诚诚的外形特别亮眼,气质出众,在选秀节目偶像训练声中穿着看起来十分干净清爽,造型还有骂都受到了网友的肯定。 更是登上了最受追捧的亲子综艺节目又爸爸去哪儿便当起了实习奶爸。 竟然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可是就在前段时间,范诚诚就被曝出了退出了该节目的后期录制,再加上范冰冰因为某件事情没有发布动态,更让网友觉得这件事情更是属实,但这都只是网友们的推测,都是没有根据的。 而就在近期,爆出范冰冰出院了,并由网友删出范冰冰代言某一款口红的广告,在这广告的截图中可以看出,范冰冰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而且明显的消瘦了,而且还是每一次出现每一次比每一次更消瘦,脸部也没有以前的那么饱满了。 当这位网友发出这条信息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十分的担心范冰冰。 下一张照片可以看得出,范冰冰的整个脸部的骨头都突出了,没有以前那种肉嘟嘟的感觉,再加上因为范冰冰给大家的感觉是一种霸气,当然范爷这个称号不是白来的。 加上代言口红广告的时候范冰冰也比较白,加上这个口红的色号,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苍白。 网友在下方评论,范爷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不管是面对什么事情问题,我们都希望你能去面对,不管结果是好的坏的,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来了。 你这副状态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心。 虽然我们不知道范冰冰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是希望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次范冰冰出现在镜头前似乎没有以前的那种霸气凌人的感觉。 你对范冰冰有什么看法吗?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